提多书,第一章,神的仆人,耶稣,基督的使徒保罗,凭着神选民的信心,与境前真理的知识,盼望那不说谎的,神在创世之先所应许的永生,到了日期,借着传讲,把他的道写明了,这传扬的责任是按住神我们,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,现在写信给提多,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,做我真儿子的。 愿恩典,怜悯,平安从,父神和,主耶稣,基督我们的救主归于你,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,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,又照我所派定你的,在各城设立长老,若有无可指摘的人,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,儿女也信道,没有人告他们是放纵或是不守规矩的,就可以设立。 监督即使,神的管家,必须无可指摘,不任性,不暴躁,不好喝酒,不打人,不贪,无益之财,乐意款待人,喜爱善人,庄重,公平,圣洁,自耻,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,就能将纯正的道理劝化人,又能把争辩的人博倒了。 因为有许多人不守规矩,说虚空话欺哄人,那奉歌里的更是这样,这些人的口必须赌注,他们因贪不义制裁,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权架。 由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,克里特人常说谎话,乃是恶兽,身懒杜宝,这个见证是真的。 所以,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,使他们在信仰上纯全无私,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转离真理之人的诫命。 在洁净的人,凡物都洁净,在污秽不信的人,慎魔都不洁净,连心思和良心也都污秽了。 他们宣称是认识,神,行事为人却不承认他,本是可憎恶的,是叛逆的,在各样善行上是可废弃的,提多书,调长。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,劝老年人要有节制,端庄,自首,再信心,爱心,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私。 又劝老年妇人,行为要合乎圣洁,不诬告人,不好喝酒,用善道教训人,好指教少年妇人节制,爱丈夫,爱儿女,谨守,贞结,料理家务,待人有恩,顺服自己的丈夫,免得神的道理被亵渎。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,你自己凡是要显出善行的榜样,在道理上要正直,端庄,真诚。 言语纯全,无可指责,叫那反对的人,既无处,可说你们的不是,便自觉羞愧。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,凡是讨他的喜欢,不可顶撞他,不可撕拿东西,要显位忠诚,以致凡是尊荣我们,就主神的道。 因为,神救众人的恩典,以精显明与众人,教训我们,除去不敬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,在今世自首,公义,敬钱度日,等候那有福的盼望,并等候至大的,神和我们,救主耶稣,基督的荣耀显现。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,要赎我们,脱离一切罪恶,又洁净我们,特做自己的子民,热心为善。 这些事你要讲明,劝诫人,用各等权柄责备人,不可叫人轻看你,提多书,第三章。 你要提醒众人,叫他们顺服执政的,掌权的,尊官长的命,预备行各样的善行。 不要毁谤,不要争敬,总要温和,向众人大显温柔。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,叛逆,受迷惑,服侍各样私欲和艳乐,活在恶毒极度之中,是可恨的,又是彼此相恨。 但到了,神我们,救主的恩慈和爱向人显明的时候,他便救了我们,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,乃是照他的怜悯,借着重生的喜和,圣灵的更新。 这就是,神借着耶稣,基督我们,救主厚厚,浇灌在我们身上的,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,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,成为后四。 这话是可信的,我也愿你把这些事不断地讲明,使那些以信,神的人留心行善。 这都是美事,并且与人有益。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,以及纷争,并因律法而起的征静,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 异端者,警戒过一两次,就要弃绝他。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,犯了罪,自定己罪。 我打发亚提马,或是推击鼓道你那里去的时候,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献我,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 你要赶紧给律师希娜和亚波罗送行,叫他们没有缺乏。 并且,我们的人要学习行善,预备所需用的,免得不结果子。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,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,愿恩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 阿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